今天要講的題目是失眠 一個人的睡眠質素不好 是有三大原因的 我解釋這三大原因 你們自己問一下 你屬於哪一種原因 第一種就是 當一個人正準備睡覺時 突然之間很多念頭浮上來 有些害怕、有些焦慮、 有些擔心、有些抑鬱 有些人整個晚上都想著它 就瞭著你 放不下 就沒得好睡 這就是情緒引出來睡眠的問題 第二種睡得不好就是 睡不著 一個人其實是累的 沒有任何情緒問題 但怎樣都睡不著 睡著天花板 看著兩個小時都睡不著 第三種就是 睡到的 但睡得很淺 好像都不知道有沒有睡著了 半醒半睡 有時候又發夢 兩個小時就醒了 醒了之後再睡不著 這三個問題 就要用三種方法去處理 先說第一個 第一種問題就是 焦慮或情緒引出來的睡眠問題 就要令到一個人有一個叫平常心 怎樣可以有平常心呢 就是 原來腦裡面有一個神經因子叫做BDNF 全名叫做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中文叫做腦衍生神經營養因子 BDNF一不夠 人就會有焦慮問題 醫生會開一些藥 就處理焦慮 但如果不吃藥的話 有什麼可以增加BDNF呢 就是蘋果果膠 吃了蘋果果膠 蘋果果膠被搶的細菌 會消化成為一種物質 叫做丁酸鹽 Butyrate 因為丁酸鹽吸收了 經過血液去到腦 就令到腦的精靈細胞 就做很多BDNF 這樣一個人就會有一個平常心 那就可以 不要管那麼多了 睡了覺再說 第二種的睡眠問題 就是睡不著 原來我們有一個神經的傳毒物 叫做Adenosin 它就是透過Adenosin的接受體 就令到一個人有睡意 那如果你喝了一些咖啡茶 或者可樂 裡面的咖啡因 是可以阻止那個接受體 那所以 如果你是因為這樣睡不著 你就戒了這些飲品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說我根本沒有喝茶咖啡 可樂我都睡不著 那就要吃一些健康食品 就可以增加Adenosin 幫助你有睡意 那有什麼健康食品呢 就是有一種物質 叫做 叫做煙酸 叫做Nicotinic Exit 叫做Nicotinic Exit 那在哪裡會有呢 就是譬如說 蘇米芯裡面也會有的 那你去 家附近那些健康食品店 你說我要買一隻 買一個健康食品 叫做醉綠煙酸 因為煙酸 吃了之後 皮膚會發紅 紅到你 好像主屬的龍蝦那樣紅 嚇到你四四下 就以為自己有什麼問題 但是如果買健康食品 用聚綠煙酸 就可以令到你更多 這個Adenosin 就可以容易睡得著 那第三個問題 就是 睡得到 不過睡得很淺 原來我們的腦有一個組織叫做蟲果體 叫做Penil Body 它負責製造了一種物質叫做褪黑激素 叫做Medatonin 如果你現在腦製造不到足夠的褪黑激素 那你就睡得不軟了 怎樣可以補充褪黑激素呢 有一種天然成分叫做達波梯蟹 全壁費工夫就是叫做蕃茄汁 睡覺之前大概15分鐘 喝100%的蕃茄汁 100%就是說沒有加糖沒有加鹽 沒有加防腐劑也沒有加任何維他命 也沒有溝水也沒有濃縮 普通的超級市場買到100%蕃茄汁 喝半杯在睡覺之前慢慢慢慢吸收 那半杯就會睡得軟了 這就是如何處理生眠三大方法 謝謝大家